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此新春佳节到来的特殊时刻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拜个年 明天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空 迎来了金属年 耿子年 为什么是金属 五行中梗属金 子属水 子属丑牛 银湖茅兔 在十二生肖里面是鼠 老鼠 梗是金 所以叫金属年 接下来这一年 说什么的都有 大家在网络上看了很多 但是大家要注意 叫量子坍塌 也就是说在今天 我们是要辞旧迎新的最后一天 我们就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意 也就是说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 我们都吉祥 就是要定性为此年最吉祥 就是在我们这不要管网络上怎么说 所谓的这些民间的民俗家他们怎么说 那么在我们这儿 我们将来来的这一年 比哪一年都好 你自己在自己的软件输入上 那么今天是马上要迎来明天是新的一年 所以在今天晚上辞旧迎新的最后的时刻 你一定要矫正自己的这个念头 就是自己的心要调教到 接下来 我的这个新的一年 是最吉祥的 是顺顺利利的 什么事情都是吉祥如意的 所以这个对我们明年一年很重要 那这叫什么 叫软件输入 我们只要输入一个好的软件 按照这个软件去推动 那么我们明年就是整个年都是吉祥年 所以这一点这是提醒大家注意的 那么金属年好不好 刚才老师都说了好啊 没有不好 至少在我们这儿没有不好 不好的都不会发生 好的都全部会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调教自己的心意上下功夫 从自己的这个现代科学家所说的量子坍塌的这个理论 我们想好的 定好的 输入好的软件 那么出来的结果就是好的 那这个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的 马上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年的开始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注意几点 就是明年大家知道有几个属相 叫犯太岁 犯太岁是一个泛泛的概念 实际上它有直太岁 冲太岁 形太岁 害太岁 破太岁 这样的一些说法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科学的论单 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 地球是一个悬浮空中的一个星体 那这个星体受我们的金墨水火土乃至于整个太阳系的星体的作用力 那么更受到银河系里面诸多星体的作用力 那么对我们影响的这个星体很多 那么每十二年它有一个碎星 所以说我们当碎星到达一个点的时候 在对面跟碎星 对面的那个点它就叫太岁 那么那个地方出来的能量呢 对我们地球它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力 那这个作用力会影响到这个出生年 然后不同的如果有一些这个出生年和这个作用力 它有这个冲刑害破 或者是刚好是我们说你这个明年是鼠年 那么鼠老鼠的 那你刚好是鼠老鼠的 这就直太岁了 那直太岁了那就是这个 也是就刚好是什么 就会影响到自己的运程 那么明年犯这个太岁的有几个属相 一个是鼠老鼠的 一个是鼠马的 一个是鼠兔的 一个是鼠羊 一个是鸡 鼠是直太岁 马是冲太岁 兔是行太岁 那么羊是亥太岁 鸡是婆太岁 那么在这一年我们一定要祈求什么呢 就是太岁大将军 这一年的直年太岁大将军 对我们的一个匹庸 所以这样呢 就我们要安排着 就是这些属相的人呢 在这个正月里面 要选一个清静的道场 去安太岁 安是平安的那个安 安太岁 那么去这个拜太岁 那么太岁是一个什么呢 太岁它这个我们在神明世界称为这个太岁 就是整个这一年的这个叫诸神的大总管 神明大总管 也就是说调兵遣将 在神明世界 那么它的权柄是最大的 它是执年整个在这一年执勤的太岁 是个大总管 神明大总管 那么我们拜太岁的目的不是说是这个怕不拜太岁呀 它会祸害我们 这个在民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这个我们在这要纠正一下 那么太岁神它是一个正神 就是六十家子每年有一个这个直年太岁大将军 那么负责这一年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世事如也平平安安 那么他作为一个就像我们的这个警察总局的局长一样 他是来负责治安的 负责来保卫的 他不是来破坏的 你不拜他会不会他不管你 他也不会不管你 但是呢 你拜他有个什么好处呢 这个你认识这个警察总局的局长了 那你这个跟他关系挺好的 那这个不是更方便一些 不是他就更重视你了 所以你去拜访他了 你去拜他了 恭敬地拜他了 那在他的这个印记中 他对你的印记就很神 那么特别是这个我们这个太岁神呢 他是神 他不是光是这么一个局长这么一个概念 他是神 神不如点 那么这个再优微的东西他都能看见 再远的地方他都能听到 那么他对这些我们说犯太岁的属相的人呢 他就有一个保护 他不是说你不拜他他就祸害你 是加重印象加深印象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其他的属相要不要也拜拜太岁啊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 你想想就好了 那么你拜太岁老师刚才讲了是这么个目的 那么你不犯太岁 那你拜太岁 当然也有好事 也要加深印象嘛 你是不犯太岁 但是你跟这个 我们的神明大总管认识认识 加深印象 这有什么不好 我说我鼓励这个 无论是不是犯太岁 你每年都要去拜太岁 那么这个我们叫敬神明 如神在 那么神明到底在不在 现在是个争论的话题 但是就有两种结局 一个是可能不在 一个可能是在 那你选择哪种 可能不在 我不拜他 那他没有印象 他印象对你不深 这个可能在 我去拜了他 加深印象 他如果真在 那我就受益了 可能在我去拜了他 他也真不在 那也没什么祸害的事 那也没什么不好的事 那你为什么不去拜 所以说我们叫思维修 你从这个思维的这个概念 你这个是一个正常 智商正常的人 有智慧的人 都选择宁肯信息有 不可信其我 这就是 我们这个 跟大家的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年初一定要拜拜太岁 那么除了拜太岁 我们还要拜什么人呢 这个叫天公地母 我们这个无论这个 什么国家的人 还是整个地球上的 什么类别的众生 实际上 都有一个共同的父母 这个父亲叫天公 母亲叫地母 我们都是天父地母的 孩子 所以众生是平等的 那么天公是什么 这在中国古代叫玉皇大天尊 那么他是同管 我们这个 神界三十三中天的 神明大宗管 那这个不像有的这个宗教以为说 他是这个道理天 玉界第二中天 三十三天的宗管 不是 他是纵下 三十三重天 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传统的 祖根文化里面 他是这个 有二十八重天 玉界六重 色界十八重 无色界四重 这是二十八重天 那在这之上有四重性天 那么二十八加四就是三十二 那么在最高的 就是第三十三天 第三十三天 除了三十三天 之外就是什么 就是一针发解 就不是天界了 那么玉皇大天尊 他是纵向 就是最高的 所谓天地人三才的大总管 我们地神也归他管 人神也归他管 那么天神 所有的就是连四空天 连十八重四界天 六重玉界天 都归玉皇大天尊管 那么我们在正月初九 福建人 他这个比年还大 就是正月初一 随便的过一过 但正月初九相当隆重 醒世啦 五龙啦 全家人聚餐啦 那么福建人在 全世界海外 都是这样 重视正月初九 拜天宫 所以大家看福建人在全世界 是华人 那么他们都是最厉害的 很多大商人 很多成功人士 他都是 福建人 在全世界 世界各国 那么为什么 人家有神明保佑 人家拜天宫啊 所以拜天宫 当然是跟这个我们的最高统帅 那么有这一层关系 正月初九他的生日 我们去他家里 去拜拜 去跟他同庆 恭贺一下 那么这个就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些打官贵人 他过生日 过生日 那你是不是在被邀请的行列啊 那你就想去跟人家祝寿 人家都不让你进门嘛 人家不认识你 但是玉皇大天尊他慈悲啊 你要来你就都来 我这没有设门槛的 你贫也好 富也好 贵也好 贱也好 你是什么阶级也好 都来 都欢迎 敞开门给你进来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 结拜一下 去礼拜一下 玉皇大天尊 你拜了他 得到他的加持和赦免 那么我们这个 人生就顺顺利利 事业就顺方顺水 所以我们一般的都是在安排正月初九拜天宫 拜天宫 那么因为大家都是 这个食宿的人都很忙 所以我们一般也是在正月初九这前后几天 顺便一起来拜太岁 来拜帝母 说帝母是谁 帝母是 地球母亲 万物皆有灵 地球是个活的生命体 那么这个活的生命体有个主宰 说是 那么 他和我们的玉皇是平积的 那么叫四玉之一 四玉之一 四玉之一它就是 这个级别是很高 那么帝母它是什么 就是你想有个有地地产了 你想有一片土地了 甚至你们中间很多修炼者要修到登地得地的菩萨果了 那么你就要什么 你就要有地不是吧 有地的话 那你就得跟帝母就通融一下搞好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城市里的人都没有什么福报 为什么都住鸽子笼子 都不是住有地地产 有地地产就是永久地气 是你的 这种我们称之为有地地产 反倒人家富裕国家很多都是住有地地产的 地广人稀的地方 所以人家的福报比较大 那么我们要重视就是你要想真正的 那么在这个地球上能够顺风顺水 那么还是要礼敬一下地母师尊 那么这个 那么礼敬了以后呢 就是得到它的这个价值力 那么还有什么 我们要拜财神 财神有这个文财神 武财神 显财神 秘财神 五方财神 五方土地财神 五方龙神财神 那么财神 它是一个 一个 类别 这个财神里面这个无量无边 数不清楚有多少财神 那么 那么我们礼敬一下财神 让财神保佑 为什么 财神他就一份工作 就是什么就看看把 这个钱放在谁家里安全 看看谁这个不缺德 谁有德行 能够用好这个钱 那他就负责把这个钱搬在谁家里放着 那你不向他申请 你这个正月拜财神你不拜一拜 你没有申请 你倒是去拜一拜 财神老爷你倒是把这个钱放我家里多放一点 然后我好去布施 我好去帮助那些 可怜的人 那搞不好财神特批 那你这个 就赚翻了 你就那个钱财 就 残缘广进了 这个 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大家一定要什么 礼敬一下 来申请一下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还特别的在我们这个OSS的这个全球的各个道场呢 开启了这个借财库 你现在财务 情况不如意 希望在耿子年 大发力士 财源广进 那么可以借一个 财神红包回去 那么做种子钱 那么将来需要的时候 向这个财神红包祷告不要把这个种子钱花了 我们是真有钱在里面 我们道场是真有钱在里面 那你回去你放在这个 自己的这个 这个佛堂神台 或者是高的地方 这个尊贵的地方 那么 你不用供什么也行 那有条件就供点 水啊供点 这个供品 没有条件就放在那 那有难处的时候 需要钱的时候 向这个 财神红包祷告 那很奇特 我们的这个案例很多很奇特 那莫名其妙钱就来了 就 解决难题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呢 是我们96%的暗物质暗能量 暗空间里的事 那今天科学家说 96%的 这个世界是不可测的 我们这个宇宙中可测的世界 只占4% 那么只是物质界 那么96%的暗物质暗能量暗空间 我们称之为引态世界是不可测的 但是世界古代早得有 大量的应用技术方法 让你去获得暗物质暗能量 在暗空间里和神明体打交道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 这96%的力量 人生我们要圆满 要100分要大圆满 那你这个你只是拿个4分就很可怜 什么意思 你就在物质界你再这么努力 然后你也只得4分啊 因为你只能应用物质界的东西啊 你都拿了你才拿4分 那96分的东西你根本你无从拿着 你不懂那个技术方法 不懂窍诀 所以我们OSS这个平台是一个百年教育平台 这个要用100年让大家明白100年的教育 怎么跟引太世界的神明和各类众生打交道 教这些技术方法 然后让你掌握这些技术方法你进去 跟他们打交道 那么我们实验了6年 这个实验成果相当喜人 那么谁使用这些方法 命运都改变了 很多事情都转变了 这是有大量的事实在面前的 我们就实验科学 应验了没有 你这样去做 用这个技术方法应验了没有 如果真的有实验结果成功了 那就告诉这个方法好用 我们就去大力的推广 年初拜太岁 拜天公拜地母 拜财神 还有一项是什么 就是祭奠祖先 祭奠祖先 新的一年开始我们都 穿新衣戴新帽了 对吧 那这个换上一新了 那你有没有让祖先也有的是钱花 也换身衣服 那么我们这个在年中有这样的安排 年初也有这样的安排 就给祖先送一箱一包 送这个 金银财宝的这个 我们叫这个保险箱 我们的这个都是金元宝 银元宝的整箱子的 送给祖先 那么这个叫祭祖 祭拜祖先 祖先他是对我们后人 通过DNA 他是人不在了 九代祖先 过去七十父母 七十父母的九族 那么他是通过DNA 在帮助我们的 我们身上都有父母的DNA 父母都有他们父母的DNA 父母的父母总共我说 离我们九代的祖先 影响我们最大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九代祖先的DNA 里面的那些叶里黑子 释放掉 把它的膳增大 那么这种力量就是九的九次方的力量 什么概念 就是九乘九九九八十一倍 如果是一点善变成了八十一倍的善 如果你不清楚那点恶 那个业力的话 那变成九九八十一倍的恶业 原来是个小黑点的业障 现在变成了一座大山的业障 挡在你的面前 那你就过不去那个坎 这是我们利用年初 这个法会的期间来 祭拜一下祖先 帮助祖先清新消业 从这个他的DNA中 那么释放掉 这个他的黑子 为什么 九代祖先 的灵骨基本上还在土里面 那么九代差不多就是500年吧 500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这些骨还都在 这个地下 他还有DNA 大家知道那个骨 人死了死了骨头上面还是有DNA的 还是活着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 是科学 那么 这个孝道 这个 我们要祭祀一时 这是孝道 这是年终要祭祀 年初也要祭祀 让祖先在新的一年 都过得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那么这个 祭祀者 如生 像他们活着一样 所以我们用特殊的一些善巧方便 把有形的东西化成无形的东西 把物质化成能量 能量可以转世 能量不灭 能量永恒 只能呼唤 把物质烧化了变成能量 能量在另一个世界再转换成物质利益 给他们 这些现在一看都是科学 所以我们也要 祭拜一下祖先 另外我们要帮一些孤魂野鬼 无私孤魂 我们要办一下超独 还有可怜的英灵 八难横死的众生 虽然有的跟我们是没有关系 但是 我们的大悲心使然 过年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 那么我们就帮他们怎么样 我们帮他一下 帮这些 所有的这些 众生一下 我们有祈福 消灾 那么 除了消灾 超度之外 我们还有这个祈福 祈福 提醒所有的圣者 他们获得永生身 他们在法界里是不死的 那么祈福 我们通过他们 跟他们联通 通过一些技术方法联通 通了以后 我们祈福 可以得到他们的赐福和加持力 那么我们的福报就真正向前了 所以我们也有祈福消灾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具体日期大家可以了解我们的一些网站 所以我们新的一年 每一个人都盼着好 我们要在软件输入上一定要重视 这是前面讲的 我们总结一下 第二你要用一些技术方法 你不能说我光输入 你不做 你这个在96%的这个引态世界里面 我们称4%为显态 因为科学可以测 肉眼可以干 这是显态世界 那么还有一个同步存在的96%的引态世界 一个暗物质世界 对我们显态科技水科技这个手段 和人的眼睛是隐形的这个世界 那么它也是真实存在的 这需要我们去努力的 是科学手段进步能够使它映现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第二个就是要用技术方法 来祈福 来消灾 来得到这些神明世界的加持 诸圣贤的加持 这包括了你信什么宗教都有你的圣贤 你信佛教那么有佛有菩萨 有阿罗汉 那你信道教你有太上圣祖有天尊 三清圣祖有诸位天尊有各路神仙 还有各路神明或法 你信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那你有圣母 玛利亚有耶稣基督 那么还有什么你是伊斯兰教 那你可以求穆罕默德 他是先知 那么那这些 这个都是可以加持我们的 我们求这些诸圣贤 各位圣贤来 加持我们 通过一些技术方法求他们 然后 你们都有自己的 如果有宗教信仰你是有方法的 你通过祷告 通过礼敬 通过上供 拜拜 等等这些方法 那么这个 正月里要干这个事 最好是在正月初九 这个前后 当然你有条件从初一拜到十五都可以 但是我们是为了大家方便是在 正月初九 在我们的各个道场 都有这个 帮助大家用这些方法联通的手段和方法 那么可以网络同步 你们这个有的世界各国时差不一样 你可以跟我们哪个道场能联通的 这个可以同步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 同步 同步 我们将来 做的一些东西会放在网上 那你们可以通过网络上同步祈福 同步小灾 同步使用这些方法 也是很有效 对于这个不能来到现场的你可以请这些 我们有供财神礼盒 供天宫礼盒 供九族一箱一包 等等的这些 拜财神礼盒 那你可以带回家去拜 可以网购 也可以通过我们这邮寄给你 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同步大家 按照这些技术方法做一下 你不相信你做个实验 你之前每年都没做 那你今天做个实验 做个实验你看看今年 庚子年是这么一个效果 另外 我的粉丝中你们很多都是修炼者 有佛家的修炼者 有道家的修炼者 还有喜欢冥想静坐的禅修者 那庚子年是一个对于我们修炼者 对于冥想禅修者是一个难得的意念 为什么 金能生水 庚又是阳金 生出的又是阳水 我们讲究炼金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 化出自己的神光来 活出自己的神才来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那么需要有阳水 阴阳的阳 阳水 阳水 生出的就是阳的精华物 阳的精华物就生出了什么 生出了 阳的气 阳的气就生出阳的神 你就是正神 这是耿子年呢 他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年 这个金 是阳金 是阳水 然后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利用我们 大家好好修炼 好好修炼 那这一年 可以使大家的股发生变化 变化到股 股髓里面 说是从初一开始 一直到 耿子年的大量三世 这一整年 你都别放过 我们有大量的技术方法 你们可以 寻求 使用 特别 忍去吞声法 这个 我们的 止观 圣观法 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 我们在网络上 你们都能找得到 冥想禅修法 那你使用这些方法 就可以使自己的肉身 这个身体发生根本的变化 那古人说得好 这个大学 孔子的大学中庸 大学这本书里他说什么 他说 自天子一致 以书人 以事 修身为本 本末道指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类 因为不修身 身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是个气 是个工具 你要把它练成金刚 金刚他就不坏了 他就耐用 你的身体是金刚这做的 那又透明又不坏 什么都不能毁坏他 这叫修身 使这个身体变成金刚不坏身 这是什么真正的修身 那么什么意思 从天子 你是国君 你是皇帝 现在你是总统 你是总理 那你也要修身为本 那你是属民百姓 普通的老百姓 你也要修身为本 为什么 我们这个身不修 如果等我们的命中的时候 如果不修这个身 那这个身就会变成黑乌龙东的一个身体 我们叫鬼身 人死以后为鬼 如果是你活着好好修这个身 你可以变成透明的一个身体 用火去炼它 去烧它 这些都有技术方法 是内在的 不是外面只用火烧 那这个 里面的 火生起来 人家印度叫 昆德里 所以生起来以后 那去炼化自己的身体 这叫修身为本 你这个人 你都是要以修身为本的 所以我们修这个什么 透明的金刚不坏身 那这个就重要 所以那么 耿子年 对于我们修身者来讲 是难得的一年 所以大家要赶快寻找名师 那么赶快的去实证实修 不要错过这个大好的时间和空间 那么 庚子年 这个古人用六十甲子纪念 他实际上是记录的 宇宙天体的能量的变化 这些天体变化对我们地球的变化 他用 十天干 加以秉定无几更新淫快 用十二帝制 子丑银卯 纯丝无畏身有素汉 这样的 编起来总共是六十个甲子 那么传递的信息是告诉我们 对我们人类 这一年 在天和地相应 我们人生活的空间里面 这个梗代表天 子是代表地 那么对我们生活在地球空间的众生 天是梗的 梗的属性 阳金的能量下来 地是水的属性 阳水 子的 活子时的子的 时空 刚好 金生水 这个时候 水 利万物 我们生命没有水 是不能够 成长的 所以这个是无论你这一年什么 求财才来 求健康健康来 求富贵富贵来 求吉祥吉祥来 你求孩子 这个能够成才 学业有成 学习进步 他都能埋怨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梗子的一个特点 但是首先你要求你不求就 不可能来了 你都不想要这个他为什么给你 什么东西都有管的 你以为那个能量就没管 你以为吉祥就没人管了 所有的东西都有管下的 所以大家要 发心求 那么特别是在正月初九这一天 来相应一下 那么来求 那么求有求就必应 好 最后呢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 财源广进 事业兴旺 身体健康 家庭和乐 这个父母呢 健康长寿 那么已经往生的人呢 能够早日得解脱 出三恶道 然后得生诸佛菩萨的极乐净土 最后呢 大家所求的东西 悉令满愿 扎息得乐 吉祥如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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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